同学聚会,陆初云的前男友弄脏了我的高顶西装,他慌张道歉,对不起,我会赔的,我先生这件衣服是去年的拍卖收藏品,成交价一百万。 陆初云笑了笑,回得云淡风轻,陈哲一下子瘫软在地,脸色煞白,卧槽,一百万买件衣服,陆总牛啊,某些人怕是要后悔死了,他后来不是也帮了个富婆,一百万都没,富婆还差不多,他现在啊,怕是去夜总会坐台,也凑不齐这些钱吧,大家笑得很夸张,我目光复杂的, 看着这个当年抛弃陆初云的前任,他刚好抬起头,和我视线相对,眼里交织着浓浓的难堪和不甘心,刚才在洗手间,他突然拦住我,轻慢又笃定地说,你信不信,只要我愿意,我勾勾手指,他就能像条狗一样,乖乖地给我爬过,来,现在,他又为了接近陆初云,故意把红酒倒在我身上, 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,其实我并不意外,他的行为,毕竟陆初云现在是活跃在财经杂志里,身价过百亿的女强人,如果当初陈哲没有另娶他人,那么陪陆初云苦尽甘来的就是他了, 我只是,因为那番话,有点为陆初云感到不平,陆初云与我食指相扣,冷冷地看着陈哲,为难的话,或许可以去求助你那位入狱的前妻,陈哲攥紧了手指,看似镇定地颤抖嘴唇,我会还的,陆初云只是笑,做不到,就不该轻易给出承诺,陈哲,你还是一点也没变, 明明是很冷淡的语气,我却听得有些恍惚,我陪着陆初云白手起家,一路打拼,他穷困潦倒和意气风发的样子,我都见过,从没见他像现在这样,当着那么多人的面,态度近乎恶劣地对待一个人,于是,大家笑得更放肆了,只有我注意到。 他看似在羞辱他,但视线一直都没离开过他,在一起五年,陆初云很少跟我提他以前的事,直到一个月前,我们回他老家拿东西,不小心从他柜子里翻出一张照片,那是张南生的照片,笑容灿烂,很帅气,陆初云一向冷静, 当时却失神了很久,眼眸深处浮现几分落寞,我强忍着心里的不舒服,用不经意的语气问,你前男友,嗯,我看着他面无表情地把照片撕碎,扔进垃圾桶,心里止不住地发凉,烦躁,当时我直接走了,那天是我们这五年来第一次冷战。 晚上洗完澡,陆初云从背后抱住了我,轻轻叹了口气,当年我创业最艰难的时候,他拿着我公司最核心的技术投靠了对手公司。 还和,那家公司老板的女儿结婚了,他半婚礼那一天,我母亲去找他,半路出了车祸,差点没抢就过来,而他在地,二天就和妻子出国了。 梁瑞,我当时真的恨他,我沉默地看着镜子里他平静的表情,露出云不知道,后来我又回去了,我看着他从垃圾桶里把陈哲的照片捡起来,眼眶通红,小心买异地,一点点用胶,水沾好了,聚会很快到了尾声,有人突然起哄,同学一场,有困难就得帮,不如我们给陈哲众筹吧。 这话一出,陈哲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 抬头无助地看了露出云一眼,而露出云钻住我的指甲,也在一瞬间加重了力道,快要陷入我的掌心,露出云。 直到我不爽地提醒,他才反应过来,放开了我的手,我看着手上被掐出的印子,浑身发寒,挑逝的人嬉嬉笑着, 目光偷偷瞄着露出云的反应,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,很快就又起哄着开始叫价,五块。 这可是曾经的戏草,多少女生的梦中情人,能不能大放点,我捐二十。 一个接一个的人出嫁,气氛空前的热闹起来,仿佛把陈哲当成拍卖会上代价而沽的商品。 又或者是菜市场任人宰割的鱼肉,陈哲面色苍白如指,眼睛已经发红,但始终一言不发,露出云沉默地看着他心如死灰的表情。 到最后,大家看好戏似的把尊捐到的一百块零钱送到陈哲手上时,他却只是呆滞地说,谢谢,众人不敢置信,他还真的收了。 哈哈哈哈,从前那么骄傲的男神,现在却活得像个乞丐一样。 陈哲置若罔闻,双手捧着那些钱,走到陆书云面前,姿态滴入尘埃。 这里是一百块,陆总,剩下的钱可不可以再宽限我一段时间。 卑微恭敬的模样,跟我在照片里看到的那个张扬高傲的男生截然不同,众人有一会儿的沉默,面面向去,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,他这几年过得也不容易。 陆书云没有说话,一直盯着他,我胸腔突然闷闷发痛, 很容易就看穿了他冷漠外表下的那么烦躁,他期望沉折跌入泥泞,想要把他的尊严踩在脚下,真的到了这一刻,他却又对他失去傲骨,接受施舍的坦然,感到不舒服,是不舒服,还是心疼呢? 正愣的片刻,突然有人对睡我们惊恐地大喊了一声,快躲开,灯要掉下来了。 我下意识抬头,发现头顶上的吊灯摇摇欲坠,似乎马上就要掉下来。 而我们三个人,正好站在吊灯下,出云,我伸出手想拉开他,就看到陆出云猛地扑向沉折,拉着他向旁边倒去,脑袋顿时嗡的一声,然后手臂被人攥住一转,我踉跌地倒向另一边,紧接着吊灯掉下来,发出一声巨响。 碎间蹦践的四处都是,小腿处传来一阵剧烈顿痛,靠近脚踝的地方,被碎片划了一道细长的口子,鲜血一出,但我好像已经感知不到疼痛,只是坐在地板上,木讷地望着面前相拥的两个人,四周一片窃窃私语,窗外的月光和别人微妙的目光,洒在我身上。 寒凉如白霜,直到就我的那人关心地问,先生,你没事吧?我看到陆出云身体猛地一将,他一把推开沉折,走过来握住我受伤的脚踝,仔细检查了一番,温婉的嗓音含着浓,浓得懊恼和歉意。 对不起,我不知道,你刚才也在我身后,沉折也走了过来,声音很轻,夹杂着一丝异样的情绪,刚才谢谢你救了我。 陆出云没有理他,只是定定地看着我。 梁瑞,我刚才真的不知道,也在吊灯。 吓,我沉默地避开了他的手,陆出云看了我一会儿,直接拉着我朝门口走去。 出云,陈哲追了出来,陆出云冷着脸,一副不愿和他多说的语气,三个月,一百万必须打到我先生的账户上,陈哲却忽然笑了,挑衅地看了我一眼,谢谢您给我宽限时间,我一定会在规定时间内还您钱的。 一回到家,陆出云就迫不及待张罗着帮我上药,接着关上卧室的门,点起脚尖巢,我稳了下来。 我心头积攒着一晚上的玉器,在这一刻突然爆发,直接推开他,下周六的婚礼取消,我们分手吧。 陆出云接我衬衫扣子的首尾盾,为什么? 而我满脑子都是刚才意外发生时,他那几个同学说的话,这人啊,一旦遇到了意外,第一反应永远是最真实的,陆出云奋不顾身扑向的,人是沉哲,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? 是啊,冷漠和口出恶语是报复,关心和保护是下意识的爱。 我问陆出云,你还喜欢他,是吗?你第一时间扑向的人是他,因为比起我,你更在意他,上次我看到了,看到你把他的照片用胶水粘起来了,既然你从来没忘记他,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呢?没有,他盯着我。 眉头微皱,与其却很肯定,当年他背叛了我,我妈也间接因为他神志不清,这些年,我无时无刻不再恨着。 他,刚才意外发生的那一刻,就算不是他在我身边,是任何一个同学,我也会出于,本能去救人,恨他是一回事,性命攸关又是另一回事,但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我后面。 如果我知道,一定会先顾着你,给他三个月的时间,是因为我看到有人拿起手机在录屏,至于那张照片,医生那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,过去的回忆可以刺激我妈的大,脑,我想用那张照片试一试,露出云握住我的手,梁瑞,你会理解我的,是吗? 见我不说话,他似是无奈地叹了口气,然后慢慢地稳住了我,阿瑞,我现在爱的是你,语气是毫不掩饰的坦然,以后不要再说什么分手的气话,阿瑞,我也会难过,昏暗灯光下,露出云穿着真丝红裙,肩带滑落,露出白皙性感的锁骨,他眼瞳黑得没有一丝杂质,双手环抱着我的脖子。 滴滴地问,可以吗?房间空调开得很低,在冷气里,我却热得浑身是汗,气氛正好,砰的一声,卧室的门却被猛地推开,出云,耳畔响起一声惊呼,把我从迷乱的思绪里拉了回来,我下意识看去。 陈哲出现在卧室门口,脸色惨白,呆呆地看着我们,我几乎是立刻坐起来,扯过被子盖上我和露出云的身体,很荒唐。 明明我才是陈哲出云的未婚夫,可在陈哲控诉的眼神下,我却像个偷情的第三者,等我们都穿戴整齐走到客厅,陈哲出云盯着陈哲,你怎么在这里,陈哲也盯着他,眼里有浓浓的不敢置信和委屈。 我走错房间了,对不起,滚出去,他冷冷地下达逐客令,陈晨,也就是陈出云的弟弟,他把陈哲拉到身后,挡在他面前,姐,陈哲是我带过来的。 有很多人去他家里催窄,我怕他不安全,带他过来住,一段时间,陈出云脸色发冷,陈晨,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?陈晨眼神闪动,这里也是我家,难道我连收留自己朋友的权利也没有吗? 陈哲,你不要怕,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这里,没有人能赶走你,在我心里,你才是我的姐夫,说着。 他还挑衅地扫了我一眼,我只觉得可笑,那股烦躁劲越来越厉害,没有理他,直接看向陈哲,你怕别人来你家催债,就没想过自己也欠了我一百万吗? 还是说,你今天是来主动还钱的,我打开收款吗?那好,你现在还钱吧,够了,陈晨抬手打过来。 手机啪的一声吊在地上,陈晨转头看向陈出云,眼神复杂。 姐,我知道你恨陈哲,但一切都是有理由。 你知不知道当年,陈哲像是才缓过神来,猛地拉住陈晨的手臂,通红的眼睛带着祈求。 别说,一瞬间没人说话,直到陈出云忽然开口,当年什么。 可是陈晨没来及说什么,陈哲突然晕了过去。 姐,陈哲滴血糖饭了,今晚就让他再这住吧,我看不透陈出云在想什么,他只是皱了皱眉,没有答应,却也没有反对,最后我自嘲地笑笑,转身就走。 半个小时后,陈出云才回到卧室,攥住我收拾行李箱的手,你在干什么?既然这里已经有了新的男主人,我让位,梁睿,我解释过了,我跟陈哲是绝对不可能一,我打断他,可你刚才动摇了不是吗? 如果他当初真的有苦衷,你能保证自己不被他影响吗?陈出云却很坚定,就算他有苦衷,他抛弃我跟别人在一起是事实,我妈因为他变成这样,也是事实,伤害已经造成,他就再也没有资格求得我的原谅,刚才陈哲醒了,我告诉他。 明天一早必须离开,陈晨也是,这里是我们的家,他既然不接受你这个姐夫,那就跟陈哲一起滚吧。 对不起,老公,陈出云把头埋在我的脖梗,撒娇般蹭了蹭,让你难过,是我的错。 半夜,我被雷声吵醒,迷迷糊糊测了个身,发现身边的位置是空的,陈出云不见了,我几乎把家里翻了个遍,也没看到他的身影,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,他都没接,雨越下越大,着急间,突然想起,还有个地方没找,我跑到陈哲睡的客房,里面传来男人隐隐约约的喘气声。 大脑轰的一声,我颤抖地去推门,却发现门是从外面反锁的,我姐和陈哲在里面,是我给他们下的药,反锁的门,陈晨踩着拖鞋走过来,他们错过太多年,我要为了我姐的幸福,纠正这些错,物,我顿时气血上涌,忍不住甩了陈晨一耳光,陈晨,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,我会报警。 随后找到钥匙,咔嚓一声,门被打开的瞬间,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不知道该不该庆幸,眼前的画面并没有我想象中的不堪,沉折缩在角落,整个人脸色通红。 头发凌乱,初云,你不用管我,我知道你还没原谅我,我不想让你后悔,他好像忍得很辛苦。 难受的模样,让人忍不住动容,陈初云背对一门,僵硬地站在床边,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。 陈初云,看到我的那一刻,陈初云愣了愣,我跑到他身边,发现他穿戴整齐,好像没有什么异样,颤抖地问,你没事吧? 陈初云摇摇摇头,似乎想到什么,他盯着我,很认真地跟我解释,刚才陈晨那小子把我骗过来,还把我和陈哲反锁起来,但那杯下药的酒我没,畅,我们什么也没发生,也就是说,只有陈哲一个人被下了药,我心里乱糟糟地,刚想说话,手臂突然被人攥住。 都是因为你,要不是你,他们早就和好了一一陆陈扑过来想打我,我忍无可忍,反手又打了他一巴掌,你是不是有病啊?陈晨一脸不敢置信,跟陈初云告状,姐,他竟然打我,我可是你亲弟弟,见陈初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,陈晨眼底闪过一丝慌乱,梁瑞,我姐根本就不爱你,你怎么就那么不要脸? 姐,飞缠着我姐不放,我被气笑了,给亲姐姐和差点害死自己亲妈的前男友下药,关在一个房间,你倒是挺要脸的,陈晨眼神闪躲,陈哲不是故意的。 她,够了,陈初云突然出声,用最冷漠的神情和语气说了句,不管他有什么理由,我都不想再听,陈晨脸色一白。 姐,你一定会后悔的,陈初云不为所动,我和梁瑞下个星期的婚礼,你最好也别出席,我们不欢,赢。 最后,救护车把陈哲接走了,她离开的时候,用很轻的声音说,初云,不管你相不相信,我当年从来没想过伤害你,陈初云把手交给我,脸上看不出一丝触动。 我告诉陈初云,关于结婚的事,我想再考虑一下,她没再坚决拒绝。 只是认真的说,梁瑞,无论如何,永远不要离开我,我屏蔽了所有人的消息,一个人去旅游散心,没想到当地突然发生了地震,更没想到的是,陈初云不顾余镇的危险,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,我没受什么伤,反倒是她。 被一块告示牌砸中胳膊,缝了六针,见我一副急躁的模样,她忍着伤安慰我,幸好伤的是手臂,要是脸,我们结婚,的时候就不好看了。 明明是开玩笑的语气,说到结婚时,她的表情却无比认真坚定,我看了她许久,深深呼出口气,那你还不快点养好伤。 否则婚礼那天,你还得打,绷带,她一愣,眼里有光,光里全是我,好。 婚期临近,我忙得晕头转向,派婚吵召那天,陆初云在里面是婚纱,陈哲给我打了电话,那天我早就知道陆晨下了药,我是故意唱下去的。 她还说了很多,威胁我说,如果不把洛初云还给她,她就自杀,我是真的觉得她有病,冷冷回了一句,那你就去死吧。 后来她就再也没打来电话,直到婚礼当天,有人给我发了一条匿名短信,要不要打赌,今天你们结不了。 婚,笃定的语气,仿佛在简单的陈述事实,很明显,就是沉折发的,心里莫名烦躁,不仅仅是因为这条短信。 而是我发现,陆初云今天有些不对劲,新娘,你愿意吗? 四一第四遍问的时候,我看到陆初云,才从心不在焉的状态下清醒过来,又呆呆沉默了一会儿,她才低声说了一句,我愿意。 我有些恍惚,她是后悔了吗?陆初云的手机突兀的响了,她表情微变,似乎知道是谁打来的,并没有接,电话响个不停。 她直接关机,婚礼进行到回顾甜蜜往昔缓解,原本准备好的照片和音乐莫名消失不见,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,陆晨,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 下一秒,陆晨慌乱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婚礼现场,姐,陈哲不见了,众人哗然,陈哲是谁?嗨,初云的前男友。 我看着陆初云明显一愣,陈晨似乎在边走边跑,说话微微带喘,刚才他整个人很不对劲,说要给你准备结婚礼物,然后就不见了。 姐,虽然我答应了陈哲不能说,但我今天真的忍不了了。 你不接我电话,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,让你知道真相,陆初云顿注,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,他从来就没有背叛你,核心技术不是他拿的,是你公司另一个员工偷的。 他是,故意把罪责揽在自己头上的,因为陈哲当时确诊了白血病,陆初云将在原地,那时他前妻还威胁他,如果不和他结婚, 就彻底搞垮你的公司,那五年,他根本没有享福,一直在国外治病,露出云一副如遭雷劈的表情,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, 姐,他真的为你付出了很多,那个梁瑞心思歹毒,根本配不上你,你知道他对陈哲说了什么吗? 一阵电流的呲呲声,陆晨打开了录音笔,里面传来我冰冷,充满恶意的声音, 你去死吧。 陆初云猛地转头,看向我。 他从来没用这样尖锐,怀疑,质问的眼神看过我,我看到陈哲了,他在楼顶,姐,陆晨声音发抖,他要跳楼。 陆初云似乎快要站不住了,初云,那个录音笔我拉住他的手臂,想为自己辩解,陆初云一把甩开了我,我一个亮枪,毫无防备的,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。 陆初云,他也只是回头看了我一眼,眼神复杂,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,不顾所有人同情,戏谑的眼神,我站起身追了出去,一声闷雷响起。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,突然下起了大雨。 我跟着陆初云来到酒店的楼顶,正好看到他和陈哲在拉扯纠缠,大雨里,陈哲看上去精神很不稳定,陆初云红着眼睛,从背后死死地抱住他,两个人都浑身湿透,不是要结婚吗?来找我干什么? 我在你心里,就是个贤疲爱妇的男人。 陈初云,既然你恨我,那我就死在你们,没等他吼完,陈初云用力掰过他的脑袋,一只手插进他的发里,踏起脚尖稳了下,去,那是很漫长的三分钟,周遭的声音仿佛都被抽离,我几乎有种被扼住喉咙的窒息感。 我张了张嘴,陈初云,他没听见,像是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,把我和他们的世界割裂开,历经磨难的男女主,终于误会解除修成正果,我也该黯然退场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陈初云才猛地抬起头,注意到旁边的我,脸色一瞬间变得惨,白,他几乎立刻推开了沉喆,却又在沉喆惊呼一声。 差点跌倒的时候,下意识攥住了他的手臂,我讽刺地笑了,陈初云提着婚纱小跑到我面前,他一贯冷静,我从来没见他这么惊慌的表情,短短机密,他甚至裂切了几步。 陈初云,恭喜啊,你的前男友抛弃你是有苦衷的,他当年快要死了,所以才不,得不设计让你恨他,你很开心吧,现在,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 我仍然在笑,梁瑞,陆初云眼眸情绪翻涌,苍白的嘴唇微微颤抖,似乎想说很多话,却只是轻轻喊了。 我一声名字,我从包里拿出手机,打开一段通话录音,我追过来,是为了告诉你,那个录音笔是他们故意截取的,这才是我和陈哲通话的完整版,是陈哲先挑衅我,用自杀威胁我放弃你。 我是厌恨他,但也不能平白无故蒙受故意唆使别人自杀的罪名,是的,当时陈哲打电话过来,为了以防万一。 我按了录音,陆初云猛地看向陈哲,他脸色微变,有几分慌张,初云,你知道的,我只是太爱你了,更何况,你刚才抛下他头昏,当着他的面吻了我, 难道不是代表已经原谅我了吗?他直白地言语像一把锋利的刀,锐利又直接地提醒陆初云,他刚才做了什么,陆初云整个人僵住了,他眼眶渐渐红了,抬手想来碰我, 梁瑞,我,我猛地避开,狠狠甩了他一巴掌,别碰我,恶心,空气有瞬间的安静,看着他眼底一点点涌上惊恶,痛苦和后悔,我心里异常停静。 又有些恍惚,脑海闪回了很多片段,和陆初云出狱那天,我刚取完现金,打算去医院给我妈交钱治病,却撞破了我霸盒,她的情人约会,我爸气急败坏,直接拿桌子上的咖啡对于我的脸泼了过来,是路过的陆初云,用身体帮我挡住了滚烫又粘腻的咖啡,老板好心给了我们药酒和棉签, 让她在休息室上药,我在外面等着睡着了,醒来的时候,餐厅已经快打烊了,我想起身上刚取了现金,连忙摸了摸包,却发现陆初云不但没走,外套还披在我身上,看你连睡觉都紧紧抓着这个包。 应该有什么贵重的东西,这里人多手杂,可怎么叫你也不行,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,她看了看手机,操着眉心说,天气凉了,下次出来多穿点,陌生人简单的一句关心,却让我鼻尖一酸,看着外套上浓浓的污渍,我拿出手机,要赔偿她外套的钱,露出云淡淡拒绝,不用,不贵, 很久我才知道,那件外套是陆初云当时专门用来谈生一串的,唯一的,最贵的衣,简高定,后来,我把简历投到了她公司,那时候公司受重创不久,她一个女生,却要整天和客户应酬,喝酒喝出了胃出血,我恍然发现,她对成功的渴望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,好像一定要做出成绩。 给什么人看似的,可那天在餐厅,她本打算去为公司拉投资,却为了帮我这个陌生人看包,等到了,餐厅打烊,如此的矛盾,令人忍不住探究, 然后,深陷,我白天替她去陪客户喝酒,晚上在医院忙上忙下照顾她,为了给她养胃,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顿软和的小米粥和莲子猪肚汤,结果她出院那天,我因为过劳进了医院,她坐在床边看了我很久,你是不是喜欢我? 我傻傻地回了一句,你现在才看出来吗?露出云一愣,垂眸笑,我确实够笨的。 后来,她在公司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告白,还陪我去商场挑了件我看中了很久的西装,她看着我感动的表情,笑,那么容易满足,等公司做到上市,我要送你一件价值一百万的西装。 我也笑,珍重地吻了吻她的额头,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,后来那条一百万的西装,会被沉折毁掉,成为她和沉折破。 静重园的工具,我们第一天同居那晚,她指甲深深陷入我的后背,声音痴痴又低迷。 阿锐,勇,远别离开我,半夜我起来,却发现她在阳台吹风。 浓黑的夜色下,她穿着清凉的针丝吊带,刘海遮住了她精致的眉眼,与平时冷静,自持的女总裁不同,那一刻的她脆弱又迷人,现在想想,她应该是思念沉折吧。 这五年,我陪着她,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打击,始终不离不弃,她也对我做到了完美,女朋友该做的一切,可沉折一出现, 我还是满盘皆输。 我离开楼顶的时候,陆初云拉住了我的手腕,声音里带着哀求,别走,这次我没马上挣脱,看了她一会儿,然后轻轻地笑了,陆初云,我们在一起五年,我欣赏你的才华。 敬佩你的毅力和努力,心疼你的,遭遇,我心疼你,爱你,无论发生什么事情,我都没想过离开你,可今天我突然发现,你配不上我。 这五年,你或许对我有点感情,可在你心里,这份感情太浅薄,掺杂着排解剂,莫得消遣,和相依为命的感激,跟你和陈喆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相比,根本不值一,提。 可我告诉你,我的爱同样真挚热烈,同样值得真心相待,我只是,爱错了。 你,露出云脸色白了几分,她动了动唇,却似乎无从辩解,只能沉默地,难过地看着。 我,我一点点掰开她的手,语气冷漠又绝情,不敢承认自己还爱着前男友,肆无忌惮伤害现男友之后,又不肯放手。 露出云,我看不起你,我很快搬了出去,暂时住进了酒店,这几天,露出云没有来找过我,应该是决心和陈喆复合了吧。 我想,周末,我妈给我发了条微信,让我回家住,我只觉得疲惫。 五年前,我把我爸出轨的证据交给我妈,他抱着我哭了一晚上,决定离婚,没想到,我爸被那个情人的老公肆意报复,打成了高位劫瘫,那个情人不要他,他就死皮赖脸地来求我妈。 如果你也不要我,那我还不如跳,搂死了算了,我妈性子柔弱,又容易心软,在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之后,还真的答应了他不离,婚,良瑞,他毕竟是你爸,我当时直接气哭了。 他算哪门子的爸呢?从小到大都,对我非打即骂,说算命的,说我是个扫把星,因为我他才破产。 我四岁的时候,他和奶奶还想把我带到河里,淹死,那天在餐厅,那么滚烫的咖啡,他直接就对我的脸泼了过来,他真的有把我当成他的儿子吗? 我妈咬着嘴唇,脸上闪过挣扎和犹豫,你现在也没有事,你爸都这样了,我看着他,觉得可笑,更觉得心寒,这个家,有他没我,有我没他。 从家里搬出去那天,是我的生日,我妈打电话,把陆初云也叫来了,他在后面窃窃的祈求,你跟良瑞一定要好好的,陆初云扫了他一眼,当然,我会给他一个家。 那天晚上,陆初云给我煮了一碗长寿面,泪水不断掉进面里,我一个大男人哭到几乎无法支持,他不要我了,隔着蒸腾的水雾,我听见他说,我要你,那时我以为,我和陆初云会有一个家,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家,大概是因为我不回微信,我妈给我打来了电话,她敢在我挂断之前说了句,我…… 把梁栋赶走了,梁栋就是我爸,我趁着他睡着,叫人把他绑起来,送回了老家,你为什么这么做,电话那端沉默了很久,这五年,你从来不肯联系我,逢年过节不回来看我,连婚礼都不邀请我,瑞,瑞,我真的很想你,婚礼那天,我在现场,你追着陆初云出去的时候,我也追过去了, 我微微一愣,陆初云没发现跟在身后的我,而我也没发现跟在身后的他,妈都看到了,他们用录音笔诬陷你,他为了别的男人抛下你逃婚。 这几天,妈一直都在想,你会不会来找妈,跟妈诉诉苦,撒撒气也好,但你都自己扛下去了,她的声音已经带了一丝颤意的哭腔,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啊,却一个人都没有。 说,一个人都不能说,然后我悲哀地发现,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,别人可以在妈妈怀里撒娇,你什么苦都打碎了,往肚子咽。 我这个妈真的做得很失败,妈不奢求你能原谅我,妈只想让你知道,如果你愿意再相信妈妈一次,以后有什么事,可以和妈妈说,我没有搬去我妈那里。 但应该也不会再刻意疏远他了,这么多年,我存了不少积蓄,还有露出云公司10%的股份,足够我下辈子衣食。 无忧,我打算找个合适的地方买个房子,自己给自己一个家,这天看完房子,刚到酒店楼下,我发现有几个人对我指指点点的,他就是上热搜的那个梁瑞,长得还挺帅的。 看照片是,他好像还缩使新娘的前男友自杀,听说他们当年就是他拆散的,狠人啊,我立马打开微博,发现那天婚礼发生的事情,被人陆平发到了网上,还洋洋洒洒边,造了很多关于我拆散他们的真相,当年偷走露出云公司核心技术的人,成了我,我跟陈哲前安联手拆散了他们。 因为故事太过曲折狗血,吃瓜群众很快就顶上了热搜,爆料人还是实名制的,就是陈哲,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,他明明都得偿所愿了。 但疯子的脑回路不是我能理解的,我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,做完笔录回来,我就被堵在了酒店楼下,做所人那么多年,除了竞赛获奖和公司上市那天。 我第一次被那么多狗仔和闪光,灯包围,话筒直接对到我嘴边,梁先生,听说您五年前威胁一个白血病人,逼迫他跟女,有分手,在他治好后还缩使他自杀,是真的吗? 当然不,当然是真的,一道熟悉的男生,从人群后转了过来,所有人的视线都看了过去,是陈哲,他憔悴了很多,衣服看上去也皱巴巴的,状态实在说不上好,梁瑞就是个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,他在有钱有势,今天我也要勇敢地站出,来揭发他的恶行。 他把网上编造的话又说了一遍,说完,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,梁先生,当事人都当众指证你了,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?我淡淡开口,指证,也要讲究证据,没有证据,它就是空口造谣。 好的,那么先生,你有证据证明,不是自己做的吗?我冷着脸盯着那个狗仔,刚要开口,耳边响起一道声音, 我可以替他证明,沉折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,明明已经很平静,可听到他的声音,还是像层层叠叠的海浪袭来,有一瞬的恍,呼,我抬起头,刚好和露出云视线相对,一个月没见,他度了很多,轮廓间隙,眉目之间笼罩着几分疲惫。 对,他盯着我,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,谋底染上的一丝黯然,这不是视频里逃婚的女主角吗?人家可是陆总。 经常上财经新闻的,陆初云拿出一张证明,神色冷然,这是陈哲当年确诊白血病的诊断书,是假的,我整个人愣住,假的。 陆初云看着我,眼底一片复杂,那天你说出录音笔的真相,我就对他所说的惨,生了怀疑,拿他的诊断书,找专家做了鉴定,是假的。 这一个月,我偷关系联系到了他所说的当年那个偷走资料的人,据警方调查,那人并没有实施犯罪,资料就是陈哲偷的。 我还找了他监狱的前妻求证,他说当年是陈哲用核心技术当投名状,主动找上了他,还拿出了当时的录音,我下意识看向陈哲,他双手拧紧一百,有种被戳破谎言的难堪和恼羞成怒。 看来,是真的,陆书云面向记者,陈哲当年根本没有得什么白血病,他欺骗了所有人,我也拿出手机,再次播放了一遍完整的录音,众人哗然,也就是说,陈哲什么都没做,就用了一张假诊断书,说自己得了白血病,就让自己所有的罪名合理化。 虽然扯,但人性确实如此,谎言啊,只会欺骗选择相信的人,谎言,只会欺骗选择相信的人,我在心里轻轻念了一遍这句话,讽刺地笑了笑,风水轮流转,此时狗仔和闪光灯又把陈哲包围了起来,自导自演。 请问你想出名吗?我认真思考了下,发现按照陈哲的性格,还真是有这种可能,既然不能棒上鹿出云,另寻出路做网红,也可以赚钱,只是他可能要失望了。 还有些吃瓜路人,也义愤填膺,说自己得白血病,不怕自己真的得白血病吗?别人没钱的时候,你贤疲爱富,成了富婆,你又不择手段拆散别人和未婚夫,真,tm不要脸,小三毒去死。 陈哲被逼问得节节后退,情绪突然就激烈了起来,梁瑞,你到底有什么好,明明我才是最先认识他的。 明明他喜欢了我那么久,凭什么你能后来居上,都是你,如果不是因为你,我和初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,我面无表情,因为你贪心不足,爱慕虚荣,却又只想坐享其成,你什么都不复,初,只会什么也得不到。 你和陆初云走到这一步,只能怪你自己,陈哲脸色难看到的极点,却又说不出话来。 这是一声,警铃响起,陈哲愣了一秒,立刻转过身,向大道跑去,但很快就被警察抓住了,造谣,煽动网报,盗窃商业机密,每个五六年他出不来,陆初云低声说。 我只觉得有些想笑,盗窃商业机密的诉讼七十五年,当年你没舍得起诉陈哲,五年后倒是起诉了,陆初云脸色白了白。 你别告诉我,是为了我,如果我说,是呢,他眼底浮起一团希望,我讽刺地弯了弯唇,冷漠地看着他,从你逃婚的那一刻起,你就彻底斩断了我们所有的可能性。 陆初云,你不爱我,也不爱他,你只爱你自己,以后别再来找我,我会感到恶心,这些天,我每次出门看房,都能看到陆初云抱着一大树玫瑰花站在楼下,有时是腕表,车,我笑了笑,陆初云,你别忘了,我有钱,这些东西我自己也可以买。 陆初云仿佛没听见,眼尾上挑,你如果不喜欢这些死物,那我下次送你一只小狗,我记得你去年的生日愿望,就是一只小狗,只是我们太忙,你怕照顾不好,就一直没养。 这几天,我看你路过一家宠物店的时候,一直盯着那只柴犬,眼睛圆圆地,笑,起来很温和,我就送那只给你,好不好? 他自顾自地说着,分明是温柔地笑着,整个人看起来却执拗有偏执。 明明,我以前送你礼物,你都很喜欢的,你还不明白吗?以前我喜欢你的礼物,是因为我爱你,现在,我不爱你了,露出云瞳孔猛的一缩,几秒之后。 眼底爬上了一层茫然,梁瑞,我爱你,我只是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,转身离开了,大概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,我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证,接下来几个月,我又忙着找设计师,装修,买家具,等到真正搬入新房,已经是一年以后了。 这一年,露出云其实不怎么来找我,他正忙着公司内斗,焦头烂额,因为我把股份卖给了另一个持股20%,和他存在竞争关系的股东,我实在不想,再和他有任何牵扯了。 我妈过来帮我搞卫生,跟我说了很多事,先是说,我爸和我奶奶在家乡互生怨对。 我爸甚至坐在轮椅上,就跟奶奶打了起来,差点闹出人命,又说了一些跟露出云有关的狗血八卦。 露出云他妈妈前几天恢复了神志,还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,当年他本不至于那么严重,是因为知道了一件事给气的,我被勾起兴趣。 什么是,原来露晨不是他的亲生儿子,当时他难产生了个死因,他丈夫怕他伤心就爆了,一个孩子过来,但其实露晨是他丈夫和情妇生的,而且露晨一直知道这件事,确实狗血,不过按照他妈极恶如仇的性子。 露晨在家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,还有一件事,我妈犹豫了一下。 我了然,晨哲真的得白血病了,你是怎么知道的? 我表情平静,摸了摸柴犬的狗头,网上都传风了,都说以后要谨言慎行,千万不要诅咒自己。 再次看到露出云,我正在楼下公园遛狗和我的新女友,宋满满一起,露出云站在树影下,像一尊沉默的雕塑,死死地盯着我们,拆拳拆拆一见到露出云,就兴奋地扑过去了。 围着她不停地打转,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起来,宋满满扫了眼拆拆,声音娇媚而低柔,你前妈妈露出云面无表情地望着她,本就白皙的脸显现出异样的煞白。 让她看起来更加冷,烈,宋满满笑了笑,故意用刚好三个人能听到的音量在我耳边说,阿锐,我去买点东西,那个家里没有了。 我知道,她是想让我跟露出云说清楚,奔了一声,我目送宋满满离开,回头时露出云已经走了过来,正静默地望着我,眼睛深如玄,哦,你买了那只小狗。 我说,对,我之前经常去店里看她,所以她记得我,我知道,她眉眼闪动了下,我记得你微博上说给她取的名字是圆圆,宋满满说,拆拆更适合,诡异的沉默,像密不透风的茧缠绕着我们。 露出云身子倔强,默然地注视着我,我因为她过于冷沉的目光,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,还没反应过来,就被露出云压在了墙面上。 她深深地凝望着我,微凉地欲心捧着我的脸颊,仿佛要确认,我就在眼前,见她点起脚凑过来,我猛地避开,我有女朋友。 女朋友,她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古怪的冷笑,真的是女朋友吗? 阿锐,我愣了几秒,我都知道了,她是你的朋友,也是无性恋者,你答应她,为了应付家里的催婚,给她假装一个月的男朋友,你知道了。 那又怎样呢?我平静地看着她,我无论有没有女朋友,都和你无关,不是吗?怎么会跟我无关? 梁瑞,我爱你,我不爱你,露出云眸色一尘,睫毛在轻轻颤抖,突然换了个话题,去年你故意把股份卖给夏至,就是为了让她有和我分庭抗礼的资本,你猜,我和夏至谁赢了? 她似乎不需要我回答,她轻笑,你赢了,我静怡不定地看着她,梁瑞,我要把所有股份,资产都赚给你,她紧盯着我,这样我就一无所有了,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,小小气? 你疯了,你就当我疯了吧,露出云就要凑过来,索稳,我大力推开了她,露出云沉默了一会儿,很平静地笑笑。 解气吗?要不要再打我几下,我到底还是被影响了,心里涌出一股难以遏制的烦躁,露出云,你这样有意思吗? 露出云静静看了我半晌,想来碰我的手,还没碰到,我就抽出手背在了背后,她的手落了空,没有立刻收回来。 我现在一碰你,你就会犯恶心,是吗?见我默认,她眼眶红了,梁瑞,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?我摇头,慢慢推开了她。 像是要把她推出我的世界,阿锐,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,太迟了,露出云你不爱我,你只是不甘心。 不是的,下花线露出云,眼底微微星红,里面是身不见底的悲伤,怎么会只是不甘心? 梁瑞,你是全天下对我最好的人,我从来没跟你说过,我一直都知道,我爸在外面有女人,我妈也是睁一只眼,鼻一只眼。 因为我长得跟我爸很像,他一直不喜欢我,后来有了路展,他就一门心思,放在了他身上,小时候他带我们去自驾游,路晨只是喊了声恶。 他就火急火燎地抱着他走了,我被关在密闭的车里,整整两个小时,要不是有路过的人看见,我可能就闷死。 遇见你那天,我好像看到了小时候,壮破父亲偷情的自己,只是你比我坚强,比,我更勇敢,我不敢粉饰太平,破坏原本维持表面和平实际岌岌可危的家庭,后来把你接走,说给你一个家,我是认真的,你一直想有一个家,我也是。 但是,我们最艰难的时候,公司的资金全部被套牢,我们去北京拉投资,没钱住宾,管,就找到了24小时的麦当劳。 你点了一包薯条,让我躺在你腿上,说你对土,豆过敏,把锣条都喂给了我,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你最喜欢吃的食物,为了因这个慌,你将近一年没吃过土,豆的菜,直到我提前出差回来,看到你给自己做了一桌子的土豆,这些年,和你相处得越久,我就越爱你。 他停顿了一下,眉眼流露出痛苦和悔恨,对陈哲,我更多的是被抛弃的不甘心,和被背叛的恨意,婚礼那天,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,听到他的理由,听到他要自杀,听到是你唆使的。 我当时在楼顶看到你就后悔了,这一年,我无时无刻不再后悔,我不知道,究,竟要怎么做,怎么做你,才能原谅我,阿锐,对不起。 真的对不起,你只会说对不起,夏花仙,我视线模糊盯着有黑的地面,乱成一团的脑袋,在痛,跳跃的心脏也在痛,对了,起很难嘛。 阿锐,我用手背抹了下眼睛,深吸口气,露出云,没用的,聚会上,你表面在羞辱陈哲,其实眼神一直没离开过他,你口口声声说恨他,可发生了危险,第一时间还是扑向他。 后来你跟我解释了很多,好,因为我爱,你,因为我只有你一个家人,所以我选择再相信你一次,一直以来,我对我们的未来都是憧憬的,明晰的。 我想和你结婚,想和你生孩子,想组建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家庭,但你当时应该可以看得出,我对这段,婚姻已经产生了不确定性, 所以你跟我保证,就算沉者有苦衷,你都不会动摇扮,分,可是后来那露出云,我满是恨意地看向露出云,见到的是他愧疚,难过,懊恼,无法改变过去的表情,可是有什么用,过去无法改变,伤害无法收回,多日来的委屈,终于在这一刻爆发,你在婚礼那天逃婚了,他甚至连人都没出现, 只是别人的一段话而已,你就为了他抛下了我。 那个录音笔,我们在一起五年,你对我有过信任吗? 你知道你当时是用什么眼,神看我的吗? 你一句解释都不给我,直接给我盖棺定论,后来呢,你甚至没察觉到我跟在你身后,和陈哲在大雨里接吻, 你说是陈哲欺骗了你,谎言只会欺骗选择相信的人,在你心底最深处,你是希望陈哲是真的有苦衷的吧? 所以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是爱我的呢? 我难难,露出云,在我全心全意爱你的这五年,我都没办法肯定你是爱我的。 那么我现在,再不爱你了,又怎么会相信你爱我呢? 我现在一看到你,就会想起你怀疑质问的眼神,想起你在我们婚礼这天逃婚,想起你当着我的面跟陈哲接吻。 这些画面,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,一次次提醒我,你是怎么在一边说爱我的时候背叛我,陈哲欺眼眶通红,泪水无声滚落,悲伤地看着我。 最后,我平静对他说,陈哲欺,我们放过彼此吧,忘了我,如果你将来遇到了另一个很好的男生,你只需要做到一件事,忘了我,别让人家重蹈我的要者。 我如果将来也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,也会忘了你,陈哲欺,你不用给我什么股份,我们就当没认识过吧,以后也不要再见了。 过了很久很久,久到我以为他都不会再开口了,陈哲欺才滴滴地回,公司也是你一手做起来的,我还是会把那10%的股份给你,如果可以。 我真想世界上有一种能发明10亿的药,让我们记忆地停留在婚礼前一天,我们明明,差一点,差一点就可以结婚了,我心里没有一丝波动,没再看他,转身离去,在月色温柔的夜里,在喧闹人群的缝隙,在相视而笑的瞬间,在每一个爱意蓬勃的时刻,我和陆初云对彼此说过很多句,我爱你。 把彼此当成依靠和救赎,我那时的爱是真挚热烈,全心全意的,他呢,我不知道,或许他爱过我,或许他没有,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,我会过好自己的生活,成为自己的英雄。 我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